肯定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你經常都是這樣 要不就說溝女 要不就出去走 我見到一個可能是世界上最老的宅男 我本來以為你想說Leon是我 我不是 為什麼你覺得他是宅男 我是宅男 他自己說 可以選擇的話我會選擇躲在家裡 他經常都說在家裡打遊戲 你覺得你自己是嗎 整班女同事陪他一起燒東西吃 他們不是宅男做的 我順便想問你 宅男的定義就是他少出街 但是他的入息來源在哪裡 通常如果他們真的不出街 你不上班 但為什麼會有錢 那很多原因 一般宅男是怎樣過的 可能他上一代留給他 現代宅男通常他的入息來源在哪裡 有些人就是父母養他 那些是啃老族 台灣日本也有很多 這些不能錢 其實我以前有個女同事 例如Google 但不是Google 另一個女同事 聊天 他說他爸爸自出娘胎未打過工 他爸爸 但我女同事也二十多歲 他爸爸當年四五十歲 我說 蛤?四五十歲未打過工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他是圍村那些 於是有那些祖田 祖屋 有錢分 圍村很多這些人 於是他每天都 這麼多年都是 打牌 喝啤 嘻嘻嘻 周圍走走走走走走走 早前Facebook也不斷風傳 一段片就是這樣 好像七八十年代訪問 一群圍村仔說 你一天的生活是怎樣的 就是去圍村的 士多打牌 很多 找阿雀 很多的 不是少的 一輩子都未打過工 現在有些朋友都是這樣 都是圍村的 都是這些人 他們是不是很開心的 有時候你不夠洗 不是不夠洗 到了某個階段 可能賣回一間 賣酒一間半間 又不再咬 你看到他又常常換靚車 不用做的 Michael提出這個議文 其實一切是源於法國大革命 嘩 嘩 又要聽你說 又要聽你說 為什麼要跟法國大革命一樣 因為法國大革命才提出 自由 博愛 人人生而平等 那些思想家 才會有人人生而平等 這個概念 其實法國大革命之前 那些封建社會 這樣不公平 他又不用做 沒有人說是公平的 這個世界 不是平等 這個概念 本身沒有這個概念 如果我天生是一個農夫 你天生就是什麼貴族 茶士丁尼 第幾世 你什麼第幾世 你不用做事是應份 因為你天生是一個貴族 如果你教廠真的平等 不過那個就扭曲了 那時候不是法國大革命 那時候要去到1917年 嘩厲害 蘇聯俄羅斯的十月 列寧的革命就是這樣 但是最後就是一個謊 但是就是把你的人 全部都交出來 那時候真的平等 對 比如中產階級 地主 全部都沒有了 真的真的來過一回 回歸零 回歸零 但是概念就是這樣 本身我和你都是人 我們應該平等 但是現實就是 如果我爸爸是李嘉誠 其實我確實可以不用做事 不用一定是李嘉誠 有很多這些人 其實我同事的爸爸 雖然叫做阿公 但是他也有養妻活兒 就是生兒子 生女 過了一個正常的生活 但是這個日本七十歲的老伯 他說其實他也做過兩年 但他爸爸媽媽過世之後 就不做了 七十歲 現在七十歲 當年他也做過兩年 爸爸媽媽過世之後就不做了 因為他有龐大的遺產 他就算過了 這些錢夠撕多久呢 一直到現在七十歲 還有少許錢 可以過多七八年 他說 因為他平時很節省 將每個月的花費 控制在新台幣一萬六千多元 四千元 就是他將自己每個月的花費 控制在四千元 這個也是一個要素 其實你不用做 你會投資 看你花多少 有些人是靠投資的 例如他可能做定期 然後咬老闆就不用做了 但有些 他這隻不是 他這隻也有的 計算了數 他去到一個無欲無求的境界 不簡單的 例如說你一身人 做了七十年人 你長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其實那個生活都是這樣的 吃的東西都是一樣 大哥 你又不會覺得別人吃好一點 你會懶惰人家 又不會買什麼貴重東西 他躺在一間屋子 你看他完全不出街 這次是市高境界 首先就是外在影響不到你 你又不會覺得別人去旅行 完全打動不到你 你又不會肯嘗 你肯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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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會去玩那些東西 對 哪些東西 就是打骨 這隻都有的 這隻也有的 三餐幾乎是吃納豆 補充蛋白鎮 偶然才煮些糙米飯 吃納豆 其實不是很多遺產 吃納豆不要緊 吃什麼都不重要 你一年365天都是吃那樣東西 那樣好東西 你行不行 不是個人行 吃完飯 碗都不用了 把碗直接放回櫃裡 晚上又再拿出來 明天又再拿出來 他洗碗都節省了 他每天就是這樣 他在家 他從來未拍過拖 柚子皮 橙皮 我用橙皮來洗手 從來未結過婚 從來未拍過拖 沒有夢想 沒有目標 有沒有感情生活 雜物散落一地 完全不介意 每一天都是當最後一天過戶 世外高人 那些人都問 你只有七八年 你剩下的錢 到用完我就會輕生 花了錢我就自殺 那不是做人都有目標嗎 有人生目標 但這個例子 跟喜劇之王說的 完全是另一個對比 人沒有夢想 就跟一團鹹魚一樣 但有些人是真的 但你看看他的家 你留一入也不願意 留一小時也不願意 他等於那些團職戶 你想想他的生活是怎樣 拿一碗吃蠟豆 放下去 又再睡在這裏 我要你過 你也過不了 我要你做這種 這樣說 有種人生哲理是這樣的 70年 我們看這些人 你覺得他頹廢 或者他做人沒有目標 或者剛才有什麼鹹魚 但他有另一種哲理 有另一種哲理就是 他覺得人 譬如說我們在追求名利 其實是一種 在他的角度 他是覺得很累 而且這樣才沒有人生意義 因為他會覺得 你每天都在賺錢 追求名利 其實你犧牲了其他東西 他有東西要追求的 你相信我 雖然我不認識這個阿八 不過他追求的東西 不是一般人追求的東西 其實現代社會有很多東西 你追求或者去充斥自己的生命 不需要錢的很多東西 如果你的興趣是煲劇的話 你上網什麼劇都可以看 其實你一天的時間再去消磨 你的開支就只是三餐 再簡單來說 他不覺得人生裏面 要花太多精力和時間 放在去 去升級自己的生活 要吃好東西 又要住大屋 他覺得那些不是他的價值觀 對 很奇怪 因為人的需求有五層 最低層是生命的 最低層是生命的 跟著就是 Self-esteem Love 最遠就是Self-actualization 沒有的 真善美 他沒有的 我覺得最低層 我不覺得他沒有 最基本 我只是覺得就是這樣 譬如說他的生活變成一個新聞 其實就是 整個社會 其實是覺得 這種不是應該有的價值觀 硬要套到我們的價值觀 對 我們的價值觀套到他 他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是的 真的有這些人 對 其實那些名成利咒 人人相擁有 是一般人的定義 他就是不存在 在他心目中 他都覺得自己名成利咒 雖然你這樣說 我們套到我們的價值觀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幻想這個社會上 個個都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社會會死定了 哪有人上班 哪有人開巴士 整個社會會變成死成 大家躲在家裡 每天就吃一點納豆 當然你也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不像他這樣有遺產 可以慢慢撕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這樣頂 那又不用 我又不覺得 很多人都會頂到這樣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 都算是多元的一種 我覺得我也應該尊重他這種個人的選擇 他又沒有違非作大 除非他說他搞到很多蚊蟲 烏煙瘴氣 影響到鄰居 那就不好了 但如果他又不理人 好過有一些 譬如我在東莞也有很多 譬如東莞經濟改革40年 譬如早年有很多的 現在東莞很多人都是 如果上了大約五十六十歲左右 那些可能 下江軍人 有30年沒有做過事 那他們怎樣 因為80年代那時候 剛巧又有幾塊農地 雖然不是自己的 因為這些國家說收理就收理 但是東莞很多地沒有收 那時候開始製造業 然後就拿些地出來 不用種了 起幾間廠房 然後就租給三星 租給誰是誰 過月就收租 收了三十多年 我看到很多 有很多 我身邊多餘繁星 三十多歲左右就退休了 但問題就是 他的生活是怎樣 賭錢 花天酒地 對呀 他比較好 你問他 他也很心中富有 從來都沒有擔心他 他住別墅的 住房子的 有幾部車 你說他富有些 八富有些 各有個精彩 各有個精彩 你從另一個角度看 他退休了三十年 每個人都去煩惱 如果我十多歲就收到一封十萬元的利是 可能我都很煩惱 我很多錢 那我追求什麼好呢 唯有去搞青年事務 叫青年人不要去日本 可能他已經很過癮 每個人的命不同 所以 路自己選 最重要是滿足 你不要搞到人就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 你喜歡怎樣走都可以 你不要搞到我 不要搞到我 回到10點鐘 回來我們有聽歌的時間